《求職新思路》 欢迎大家Click进来看《求职新思路》 今集讲的就是自我认识 而我就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 韦静 讲起自己 我的强项就是吸引力 而我的弱项都是吸引力 还是别说我了 不如说一帮年轻人 他有多认识自己呢 什么事啊 大佬 你这么牙扔 我就一脚伸开你 被你床了 别走啊 坐下吧 就先聊一会吧 难得你读完书 说不定我读完师读了 读多些书好啊 但是现在你在家 一日无所事事 不是上网就拉根 不是啊 我已经研究过了 拉多些根可以高2cm 是吗? 那你有没有研究过是否应该拉一条智商根呢 什么事呀 高多些才可以考空者 对了 正想问你了 你现在打算如何 靠空姐 你夠高嗎? 喂呀, 非常傷心 不如做地勤吧, 都是航空線而已 都不是那樣東西 妹妹有時那些先天的條件勉強不來 那你不如認真地想想自己做的甚麼更好 但我從小到大的理想都是做空姐 我知道, 但有時理想的東西不是你想就想到的 是嗎? 你夠有牙醫不做, 走去拍戲吧 自己知道自己的事吧 我雖然有做牙醫的天分 但我發覺原來我做戲是更厲害的 Oh no! 厲害了你 這些不是叫做厲害, 這些叫自我認識 現在還很早 不早的了, 妹妹 不是呀, 我意思是說我還未行畢業禮 我還拿著學生證, 很多優惠 說不定你將來的工作證更多優惠 妹妹, 其實你是不是怕死不敢面對呢? 不是呀, 我的朋友都說很難找工作 你哪些朋友呀? 就是Maggie和Eka他們 他們四月就開始找工作, 現在還未找到工作 就是呀, 人家四月已經開始找工作了 你現在還死蛇爛線這樣 哎呀, 你不知道 現在香港大學生有三成沒工作 阿蘇還多, 四成六 你這麼聰明做研究 那你有沒有研究過怎樣可以找到工作呢? 高多兩次MC 哎呀, 太理睬你了 喂呀, 去哪裡呀? 找人阻止你的恐怖拉根活動 哈囉 我是Maggie, 我讀心理學 我是Eka, 我真的很討厭讀Compute Science 不過她收我都沒辦法, 那就唯有讀 她出了就是人本研究 嗯, 你猜我們以後出來找工作會不會這麼無奈? 我最想讀就是Cammule 你這麼裝飾, Cammule就適合你了 什麼事, 又會裝飾, 好不好 但是讀什麼真的有樣子看嗎? 嗯, 我覺得無論做事還是讀書 也有樣子看, 尚有心身 那我們以後找工作就要看看自己什麼樣子 然後才找什麼工作 嗯, 他們的問題都不容易回答 但是我最近看的書很實用 我相信這本書可以解答他們的問題 不如我們找這本書的作者 Kenny和Chris去幫幫他們 Hello, 我是Kenny 各位朋友你們好 求職是否要看樣子? 你怎麼看? 嗯, 合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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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一半? 那另一半不如我猜吧 我自己和你以前以前聊天 就是做人的事最重要是說什麼? 先說興趣 興趣是否另一半? 興趣是另一半 不過我想說另一半, 待會再說 但我又有興趣跟進你之後這個話題 就是 找工作是沒有錯要講興趣 不過呢 都還要加上條件 條件? 我試試在這裡猜什麼叫條件 即是等於身高啊 學歷啊 這些是否條件? 是, 是條件 即是說呢 其實我們自己只是 喜歡做那件事 只是反映我們對那件事 是那個喜好 但是我對一件事件 或者工作的喜好 是不代表我們一定能夠 升任我們那個工作的 你說到這個 升不升任 和你說到這個興趣會變 我想直接去深層一點 因為我知道 我經常和你聊天 你都和我說一件事 我也很同意的 興趣是會隨時間變的 而且變得很快 但有一件事 就很難變 和很長久的 那件事就叫價值觀 找工作是否看興趣 是的 顧自然 看條件 但更重要在你找工作之前 其實你是要了解自己的價值觀 不知道你同不同意嗎 我同意 不過我又想代一些人問我 那我怎樣才知道我的價值觀 這個問題你真的問得很對 其實要知道自己的價值觀 首先你要知道什麼叫價值觀 我自己定義 價值觀就是你認為重要的東西 那就是價值 什麼為重要呢 那東西有重要的 那就是價值 但你怎麼看 什麼為重要呢 整件事就是價值觀 那你再問一問 你可能會問 那我怎樣知道我的價值觀是什麼 什麼叫我對我來說重要 有一個很恥賄的問題 其實你每一個月都要考慮 就是譬如你一個月 除了你必要開支之外 你的零用錢 洗了 或者你有的零用錢 你會多數用在什麼地方 那你發現一下 我想好小朋友真的認真去想一下 你買東西有衝動 我見到喜歡就買 但你有沒有發覺 你集中是買什麼東西 或者你集中為什麼而去消費 再說得明白些 你會不會就是 逢見到有新的產品 電子產品 就算你錄爆卡也去買 如果你發覺你的行為是這樣的時候 其實你背後 這件事可能反映了你的價值觀 可能是你很追求新榮 可能你很想聰明 威是你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價值觀 是這樣嗎 是的 有時突然你這樣說 我又想起 有些人可能將每一個月的收入 有些人拿去讀書 有些人拿去 就去儲起它 有些人拿去一部份的錢 就給家 這樣 我突然想到 就是當有時那些價值觀 怎樣能夠清楚 這樣去展現出來的時候 通常就有幾樣東西 給你去選擇的時候 你就更容易去見到價值觀 我舉個例子 假設如果你剩下10元的話 那如果我又覺得 家裡是重要的 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 我可能放7元 我就會給我家人 我給我爸爸媽媽 但是我自己 就說我存錢 對我來說很重要 剩下3元 可能我放2元 就去存錢 其餘的 那1元 可能就是我喜歡享受 或者聽CD 我可能將1元的比例 就會買CD 是不是這樣 是的 所以剛才你這樣說 我其實可以歸納少少 就是這個世界價值觀 有幾樣 例如你很重視家 那些是很傳統的人 你很喜歡買些很漂亮的東西 可能你是一個唯美主義者 甚至乎 不是的 我的錢很喜歡拿來幫人 或者是 不是的 我最喜歡就是幫學生會做事 可能你是一個 一個社會使命感比較強的人 如果你找到自己的價值取向 是怎樣的時候 你知道你應該找些甚麼工作 如果你是一個很貪美的人 唯美主義的 那我想你 如果要你做一份工 是經常都要搞到自己 好像 烏理麻茶的 你可能做得久 你都不會特別開心 嗯 我喜歡讀sci-coi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我喜歡研究人的性格和行為 Eka 你覺得自己是甚麼性格 嗯 我給人的感覺 應該是 我比較斯文 文靜 但實際上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很貪玩的人 我很喜歡嘗試不同的新事物 那你們呢 嗯 我和你相反 我人比較好正 平時喜歡聽阿哥 還有看書 我個人呢 比較緩潑 喜歡玩 不過就 記性比較差 還有 有點懶 好 你懶 其實是我的性格比較真 我連懶也告訴你 那我們三個性格都不同 那先天已經決定了我們的命運了 那又不是呀 知識那邊的命運了 是這個知 是這個知 先 我很同意 上、由、心、生 這四個字的 意思是說 我們的樣子是由我們的心所影響的 我說同意的原因是因為 其實有一套理論是這樣說的 原來是我們所做的行為 是透過我們的思想所影響的 而我們的行為久而久之 就會成為了習慣 成為了習慣 而這個習慣又久而久之 就會形成了我們對某一些事物的態度 而那個態度就會決定了我們的性格是怎樣的 而那個性格最後就是決定我們的命運 所以很多人說性格決定命運 我會覺得它適合了一部分 就是因為它說的上由心生 就是說它的性格和態度是由思想影響過來的 但是我再補充一點點 我們剛剛先頭不是說過那個價值觀的 原來是價值觀是影響思想的 那整套的理論就是 價值觀就是影響我們的思想 思想就是影響我們的行為 行為就是久而久之形成了習慣 習慣就慢慢形成了我們的態度 對事物的態度 然後就會形成我們的性格 性格才決定我們將來的命運 剛才那個方程式好像很複雜 我們用一個生活實例來做一個說明 例如假設你每天坐地鐵 有時我們都會見到有些老人家進來車廂 然後我們會周圍看看 究竟有沒有人會讓位給他老人家 然後自己矛盾一段時間 有些人會讓位 有些人會不讓位 在讓位和不讓位之間 其實已經反映了一些方程式 如果我是選擇讓位的朋友 可能他的價值觀是他想幫助別人 是他自己的一個價值觀 所以當他自己的價值觀 是要幫助別人的時候 其實他一見到任何人有需要 包括先頭你那個例子 那個婆婆需要坐坐的時候 他是想都不想 他的價值觀已經影響著他的思想 他的思想就立刻要起身讓位了 如果他不讓位 他是有另一種價值觀 他那種價值觀是抱著懷疑論的 他所有事情 每一個人不可以看表面 他只要看清楚 洞察整個形勢 這個其實他的行為 其實反映他在想什麼 他在想什麼 背後其實他自己 認為哪一件事最重要 哪一件事最能夠代表他自己 我們在這裏就沒有判斷 究竟讓位是好人還是不讓位是壞人 沒有的 因為其實就算你不讓位 這個行為習慣都可以令到你變成了另一種人 因為有些人很多懷疑的時候 其實他才能夠做到一些工是很需要什麼 很需要洞察力 很需要懷疑的精神 例如會計師 審計專員 一定要有懷疑精神才可以做到 所以剛才我們的說話裏面 完全沒有批判誰是好誰是壞的 但最重要是你透過生活細節去檢測 究竟你是屬於一個怎樣的人 而且你要知道 其實你形成得密的你 令到你要找某些工作 其實背後是有一些這樣的因素影響的 你們覺得找工作應該如雍殺亡 一百幾十封信一次過傳出去 然後有什麼工作都先做 還是真的到最喜歡那份才做 你不試過做 怎知道自己喜歡不喜歡 我只要不用簽約 又不會逼我買貨 而且又不會額錢都可以 最重要就是不用犧牲識性 我覺得我們找工作有關乎我們的價值觀 那真的好 如果你很清楚自己的價值觀 我真的要恭喜你 不過在求職的道路上 有時未必是這麼順利 因為往往你覺得人生 即是你現在很重要的東西 和你眼前很重要的東西 可能是有差別的 例如你人生覺得很追尋藝術 求為美是你很重要的價值觀 不過你現在最慘的是 你要還關窗 你要賺錢去還關窗 那你眼前這件事 有衝突的 那怎麼辦 有啊 有啊 有時候真的你說得很對的 有時候我們自己想做的那件事 我們未必會在這一份工 或者未來一兩份工 你會想像是未必會做到的 那怎麼辦呢 那當然我們自己 我都出來做了一段時間 我自己都面對過很類似的問題 但是我自己就抱著有兩個元素 第一 就是你要積極 你要積極 你會相信 積極地相信 你現在 即使你未做到一個 自己最理想的工作 但是你會相信 你現在未來的份工 你前面的 你將來的所有的份工 都是能夠幫你累積到一些好的經驗 為你達至你將來你的理想職業 而做一個準備的 是的 第二就是嘗試 就是你不要怕 我會失敗 我不知道會不會成功的 我會不會浪費了很多時間的 不如我穩定一個工作 我才去做 你也聽過了 有很多人說 我未準備好 給多兩年時間 我先讀個講座 我讀完課程之後 我才做那份工作 我見到很多這種人 他將來用了十年時間 去準備一份工作 但是當他累積了一個 足夠的學歷的時候 其實他能夠做到那份工作 但是那份工作已經轉變了 老人家就會教我們騎牛尾馬 其實你在做這件事 可能未那麼滿意 不過那份工作 是可以培養到你某些 一些優勢的 可以培養到你某些條件 譬如說你可以建立你的人際網絡 甚至乎在工作裏面 你可以認識一些你不懂的能力 不懂的資訊 這件事是為你將來工作準備的 有人跟我講那句話 他說當我們在一個人生上 所做的工作 其實是任何工作你都可以做 因為每一份工作 都是自我發現自己的一個機會 所以我會抱著一個心態 跟所有的朋友說 就是我們不要介意做什麼工作 只要我們用心去看那個工作裏面 有些什麼是值得自己去學習的 是欣賞每一個工作裏面的每一個挑戰 每一個細節的過程裏面 你是對自己越來越了解 最終呢 你是找到一個你最喜歡的工作 最喜歡的生活 你是會很開心的 嘩 這些都是跟心理學有關的 是啊 你們出來社會做事 無論讀什麼學科 都可以想想這些深層次的問題 不如這樣 你們想想你們最喜歡的是什麼 你們慢慢想吧 我覺得自己最喜歡的是試新的工作 你這樣也要喜歡試新的工作 你每天吃午飯 都是去同一間餐廳 還要吃同一個午餐套 那我又不覺得 知不知他 iPhone一出的卡買你 還不是那個貪新鮮 我不是貪新鮮 只不過是我的舊電話 用了三年 讓我的鏡頭也拿著我 才換新電話 還說自己喜歡試新的工作 其實呢 怎樣才知道自己的形象是什麼 你剛才問到的就是你的條件 你有什麼條件去做這份工作 或者你有什麼條件去認證求職 在我們正式寫求職信 或者你怎樣勞列你的條件之前 我想你要界定一下什麼叫做條件 條件當然包括學歷 就是什麼工作技能 這個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譬如你見某些工作 他寫明一定要認識 Microsoft Word Excel 如果你做設計 可能要認識AutoCAD 認識那些電腦軟件 這些工作技能都列出來知道 不過有一件事 比較少人特別關心 或者特別留意的 那件事就叫做生活技能 Kenny 我知道這方面你特別有心得 聽聽你的意見 生活技能 其實很多東西都涵蓋了生活技能 例如我們自己做人的態度 工作的習慣 或者你自己做事的動力 源自什麼 甚至溝通的能力 解決問題的能力等等 這些都是涵蓋在生活技能裡面 用我插話問一個問題 即是說如果我告訴別人 或者如果我覺得 告訴自己 我個人性格很樂觀 其實是否生活技能 夠不夠 是的 這個都是生活技能的一種 不過當然你可以告訴別人 樂觀的時候 樂觀其實是說你自己的性格 即是你那個待人的態度 是什麼 甚至有些人說 我是一個思想很開放的 接受意見的 可以是一個開放的人 或者有時候的工作是需要 可能是一些市場推廣員 其實都是營業員 所以那些工作是需要看到什麼字眼 那些僱主才會覺得你適合那個工作 可能你會寫一些 我是一個很 business mind 或者是很 business like的人 這一類型的字眼 那些僱主就會對這些字眼 就會令眼相看 即是說 如果你能夠發現自己 有什麼生活技能 你就不妨自己記下它 不過我在這裡 就從僱主角度去說 如果有人告訴我 我性格比較樂觀 其實我都不是很滿足 因為我會懷疑 你有多樂觀 可否具體一點 告訴別人你有多樂觀 是不是這樣 我只是說樂觀也不夠 太虛煩 對嗎 沒錯 所以你覺得很對 有時候 當我看到這個形容詞 在形容我自己的生活技能 當僱主聽到的時候 就避免太空泛 但怎樣才不會過於空泛呢 就是如果那個生活技能 是能夠跟你申請 就是你應徵那個工作 是有相關的 那個僱主就會特別會覺得 他會明白你那個生活技能 怎樣可以應用在他自己的工作的崗位上面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 如果你是應徵一個會計師 一個會計師的工作 如果你的生活技能 你說你自己是強壯 或者你說你自己是一個很有愛心 或者是一個環保人士 當然不夠 工作你覺得有沒有幫助 當然不夠 就是說如果你應徵一個會計工作 如果你是說我是一個精打細算 和凡事會抱懷疑態度 如果是這樣的生活技能 那是不是非常之滿意 非常之適合這個會計工作呢 沒錯 那你合格了 你們快點去發掘一下自己有什麼生活技能 然後去努力找你心目中的理想工作 今集就來到這裡 很感謝Kenny和Chris幫我們分享 很多關於自我認識的心得 下集再見 每次的時間 我給你了 集再見